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个老屋年久失修 你小心一点 我陪你一块 晚上让你等一下 有话就说 陆伯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陪你等等我 我跟你一起去 江阳社长有什么指教 你吓我的话到底什么意思 我觉得你今摄影师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学习摄影 你这样会影响我们摄影师的风气 你我半斤八两 现在星星做态给谁看啊 你等等我 马上就好 你快下来吧 马上就好啊 来我了 你小心点 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谁知道是不是误会啊 你有听说过农夫与蛇的故事吗 你是把你自己比作蛇吗 呦 还真把自己当作救人的农夫了 你别再跟我绕弯子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 想听实话 行啊 那现在就把话说开 好 那我倒要先问问你 为什么偷看我的星座书 对了 拍个照留念一下 消失啊 怎么了 社长 大家别慌 去师叔口处集合 把手电头打开 好 好 走走走 好 陆怀 赵翻乡 我在这儿 在哪儿 赵翻乡 小心 哎 哎 哎 伤到哪里没有 哎 先下去吧 走 慢点儿 当心点儿 你好吗 陆怀同学呢 陆怀还在二楼呢 好 陆怀同学 我先扶你回去吧 起来 来 你脚崴了我背你回去吧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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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关系 这太危险了 我们先出去吧 走 陆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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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儿 你慢点儿 你别让我过来接你啊 你小心啊 这儿钉子特别多 陆怀应该没有事了吧 有朗城州在 应该不会有事吧 好 你还好吗 我没事了学长 其实 我可以自己走的 没事儿 我背你走吧 慢点儿啊 等我给你照一下 来 小心点儿 你也小心 你慢点儿 你没事儿吧 崴了一下 没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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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卡住了 我把他抬起来 我把他抬起来 你别搬 我可以了 下面有钉子 没事儿 我来我来 我把他抬起来 我把他抬起来 可以可以了吧 我把他抬起来 你不会又要偷我身上吧 什么 咯 谢谢你啊 他怎么也有这个习惯性动作 那天到底是谁 你小心一点 下了吧 佳佳 试一下 怎么回事啊 来 烦心动学 担心一点 谢谢学校 你还好吗 我没事 陆徐同学 你没事吧 我没事 烦心你怎么样了 好的 我可是命大的正烦心 你可吓死我了你知道吗 咱们俩的事还没有解决吧 之前火场那次 为什么说你救的陆徽 是你救的陆徽 这一点我从来没有否认过 不是江学长救的吗 因为我那天看到江学长 抱着陆徽走出来的 所以我一直以为是江学长救的 哥 哥 你们还在聊什么呢 等会把他弄下来啊 同学们快来帮忙 哥 哥 救我啊 来了 我害怕 马上来 你满住了啊 当心点啊 小心啊 往哪儿 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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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快快快 你小心啊 踩住啊 踩板 抓住你了 你慢点啊 好 往左踩 往右踩啊 往左踩 往右踩啊 往左一点 你怎么回事啊 搞这么大动静 我 你应该问他啊 还好村长没追究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修好 我还没问你呢 你刚干嘛去 好了好了 没事了 来月了 这上面挂的什么呀 据采访所知 这是一棵许愿神树 只要你把冤枉写下来 然后抛在树上 就可以冤枉成真了 最有效的呢 是关于爱情 我帮你拿了 我要这个干嘛 哎呀 试试嘛 说不定在你的祈祷下 你的脸盲就被治好了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你是让你哥写上名字 然后我抛上去的吧 是啊 干得漂亮 幸苦你了 你是不是偷看了我的行作书 要不然 给你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啊 或许是我给你一个机会吧 一起走 我给你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你没有什么东西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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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刚回笑 我们就发生了这么多事 虽然他总是无视我怪 但没关系 老天爷 你要是让我睁开眼 第一眼看到的是他 我就勉为其难 追一下他 自从有了他们 我的生活都变得有趣了起来 多了些快乐 温暖 至于我的小哥哥 会是他吗 你听说没 学校最近有跟踪狂 昨天新闻社的国家家差点就遇上了 听说他当时刚取了快递 再往宿舍走的路上 要这舅舅有什么用 谁在那儿 舅舅 原来是你 吓死我了 我快呼吸不了了 我 我说送什么了吗 舅舅去哪儿 我送你啊 当时真的吓死了 我们也得小心一点 对了 你最近 怎么跟朗诚舟变得那么熟了 说 没有吧 有 繁星同学 江学长 陆克同学 我 冷 嗨 我最近 听大家都在议论跟踪狂的事情 好像有点严重了 你们两个当心一点啊 江学长怎么不关心关心我呢 你说我长得这么好看 晚上一个人出门 也很危险的 是吧 陆辉真的太虚伪了 他那个脚明明是抄袭得来的 他却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那个江一鸣一出来替他说话 对了 陆辉有重度脸盲症这个你知道吧 就是完全看不清人脸的那种 之前你们说 你们社要把交给肖内网 和漫游风景在这社的照片 交给他做后期 也不知道会不会出问题啊 你跟陆辉都在摄影社 你虽要小心着点他 可别被他接连了 这要是出了什么问题 搞不好你还要被推售 好了 你选的这家店跟我配吗 不就约个饭吗 有必要搞这么隆重吗 人家那天晚上可是不顾自身安危的帮了我 所以这顿饭绝对不能敷衍 你再找一下 这个啊 勉强还可以 看你这么辛苦地帮我找地方的份上呢 我再提醒你一句啊 你也可以趁着这个机会笼络一下顾佳佳 就说为了那天出丑的时候道歉 懂 懂 我再看你一句 搞定了 明天六点 塔尼亚 哥 加加答应跟我约会了 你们是塔尼亚是吧 那我们就塔尼亚 塔尼亚 好了好了 知道了 走走走 塔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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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朗尘忠 我迟到了 我不是在做梦吧 朗永浪跟你约在这儿啊 对啊 他说为之前的事情道歉 你不知道之前的事有多久 还好这车上没有人 要不然 没想到 他说的道歉 是把你给约出来 来 喝水 谢谢啊 牛蒙水 我不喝牛蒙水的 不好意思啊 我之前跟老老老说过一次 没想到他就记住了 这个人吧 看起来大大咧咧的 但其实还挺细心的 不好意思啊 你弟 就是懒有烂了 嗯嗯嗯 他真的太蠢了 没错 他确实是蠢到家了 怎么会是路回 家家呢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进来太急了没看清 没事 毕竟我俩是亲戚 长得有点笑也是正常的 老陈周呢 他怎么没来啊 我哥他说他有点事 待会儿来 这不就怕你等着急了吗 就让我先过来 那个 你看一下想吃什么 你先点着啊 嗯 嗯 你跟他是堂兄弟是吧 嗯 那你应该很了解他对吧 嗯 当然了 我哥跟我从小半到大 然后后来呢 他就去安城了 我大伯他经常在国外工作 我哥小时候就跟着一块过去 那他们在安城之前 是在哪个城市的 大概多大半走的 水城啊 我们俩都是水城人 他好像是六七岁的时候出国的 哎呀 然后高中回来了 又回到安城了 具体的我也记不清了 要不 打扰你自己问他吧 你几岁啊 八岁 我比你大一点 我九岁 以后应该管我叫哥哥 小哥哥 没事 我也就是随便问一下 哦 怎么了 嗯那个 我有事我先走了 然后我哥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很快就到 那个你先点菜先吃啊 我走了走了走了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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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